腔腔三云行 龙哥昨天讲的慷慨激昂 所以得把他留住 昨天正好讲到敏感话题 讲的怎么慷慨激昂 就说你经常发表一些言论 有些网友就骂你 他好像我觉得他依然是这性情中人 你是有态度的 我要因为很多网友他们不懂 不知道我们的心态 我们是一个在一个没有 我刚刚我讲过 我是在香港长大 见到外国人就很怕 你说我们是中国人 不是是英国人 英国人我到英国要拿签证 进不去 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那我再想一想 我觉得我们很多中国人 在香港很可怜 我爸爸到了澳洲 澳洲籍 我是不忠不 不应的一个香港籍 老婆台湾籍 儿子美国籍 你在香港 85%人都是如此 你看美国人 一家都是美国籍 中国的都是中国籍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籍 为什么我们都要这四分五裂的 但是大哥你看我也在香港 我怎么觉得香港的一般市民 相当一部分人 他们也没有你这种家国的情怀 我可能走的地方多 看的电影多 后来好不容易今天回归了 我可以跟你讲 我是一个中国人 找着身份认同 我找这个身份认同了 我儿子 我影响到我儿子从美国 我儿子到美国 不是为了拿美国籍 他是为了逃避狗仔队 是有两个女孩子自杀了 我那个 一讲我老婆有了 马上有两个 他自杀 他不行 马上走 不能再给拍出来 被狗仔队追到美国去了 我儿子回来退美国籍 不姓陈姓房 任主归宗归根落叶 我儿子自己讲的 我不要姓陈 我要姓房 我不要美国籍了 我要入中国籍 我想尽办法到今天 还没有入到中国籍 原来中国籍是世界上最难入的 是吧 中国是个非移民国家 好像是加入到中国籍的 有数了 大概几百人到头了 我还不 我很多 我的朋友 要进别的集 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到了人家那边是二等公民 有时候三等公民 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有 很多人觉得到美国 环境也好 什么物质极大丰富 我 我三十年前已经在美国了 对不对 你有受欺负的感觉 在加拿大 就是自己有没有信心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有时候人家没欺负你 对 你在这个环境里 你会觉得不是很自如 这种就是文化的差异 我们自己也不自律 我一听那些 你看整个街道 整条街 整条街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比方说 一号 二号 八号 你看中国人的 跟着下来呢 十八号 跟着下来 九号 十号 八十八号 全部中国人 那是什么意思 他 他八号好 四号不好 对 发发 十三号不好 他买号码 买号码 慢慢就把这个DP抢贵了 那那些加拿大人呢 哎 贵啊 我卖给你们中国人 好 完了之后 花园 人家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 人家的房子都是这样子的 他的房子就是 中国人的房子就是这样子 盖满了 盖满了 把前面的大树 顶 顶 他们叫顶心柱 顶心柱 锯掉 你就是 令到人家讨厌 人家讨厌你 你就认为人家 什么 叫 骑士 骑士 你看他们骑士 你要守人家规矩 跟我一样 我刚刚去 自己又没有行星 英文又不会说 讲点是人家问的 说 他骑士我 就自己没有行星 这个我就还注意到 你像包括咱说这个李敖 也是这样 他们这一路人 经常在大陆某些网友那里 受到非议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人 真是要换位思考 因为你要注意 他们讲的 他们童年的经历 都有一个我们没有的 你比如说像李敖也是 到大陆就有人说 你怎么老夸共产党 或者老说中国怎么怎么样 后来李敖就是 他觉得 他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小的时候在北京 我看见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 从我面前走过 你看就说出这样话的人 往往小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 有个很鲜明的印象 所以他就觉得中国好像要强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他看社会 往往是从整体看 我们局部的问题很多 对不对 你出门堵车 是不是个局部问题 你们都说因为堵车 这路就不好 我们现在很希望 就是社会上能够 就是高一点看问题 总体上讲 这个国家的进步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就是首先你每个人 都感受得到 你现在有一种诉求 就是我们所谓的民主诉求 对不对 很多人都希望有民主诉求 很好的一件事 但民主一个本意是听 而不是说 我们人都不听 马爷这么一观点 但是新一代很不一样 你像刚才你讲到 你儿子放弃美国籍 但你知道你儿子在外面说 我不希望我爸爸谈政治上的这个话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 我很坦白 我没有读过书 你也知道 我没有读过老粗一个 但是你说的话 我学的 我都是听回来的话 有些话刺激到我 我永远记得住 有些话好的 我也记得住 我拿几句话来做人 董彪写了一首诗给我 叫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在以前的电影界 也是如此 给人家插我 大哥你做了这么多 没关系 他送我 送完以后 我就很坦然了 我做任何事情 对天对地对良心 我睡得着 就够了 曾经 我在日本 做一个慈善会 基金 因为我很多日本人捐钱给我 我那个钱换来换去不好 我就做了个基金 我说 我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的 一个记者站起来 In Japan We don't have poor people 我听完这句话 哇 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讲 在日本我是没有穷人的 我听Kennedy讲一句话 只有人家移民来我们美国 美国人没有移民到外国的 你听了就不愤 Kennedy再讲一句话 不要为问国家为你做什么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这很重要的 今天就是我从来港英时代 中英时代拍电影 我们偷着拍 没有问政府拿过一毛钱 我今天打到今天 我成名不是靠港英政府 不是靠中英 我靠我自己 我没有 我只是问我能为国家政府做什么 我从来没有叫国家 你帮我赚点钱 你帮我去 从来没有 如果每个人是你看大美国主义潜移默化的 今天我们刚刚种了一个小树 你马上要看它400年 不可能 谁上来都骂 你上来 你用没有本事 好像香港政府 上一个骂一个 上一个骂一个 上一个骂 我们现在刚刚才种植 刚刚才开花 还没结果呢 谁上来都死 谁上来都给人家骂 你们骂人的 我讲你们骂人的 骂人的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你为你地区做了什么 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 但是这个要是这个某些知识分子可能就说 他骂这等于是在监督啊 舆论监督啊 难道大家都夸吗 都说好吧 我讲不过那些 这是我的想法 读书的 请你 请你给我有点言论自由 这是我的讲法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但是请你不要人身攻击 不要攻击到我家里 不要攻击我儿子 不要记得我老婆 你可以不看我电影 你可以不听我讲话 但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但你想你讲的对呢 我一定学 你也教会我一样东西 为什么今天说马卫都来做天枪三人行 我一听马卫都来 我一定马上到 如果于丹的我一定到 今天因为你讲到我的话题 是电影的 我就讲多一点 对 每次跟他们做东西 我就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我就会听 我是在学东西 我可能一定会讲错话 我不是圣人 所以大哥也是给人骂伤心了 放心大哥 有我们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今天的陈龙 骂不垮 骂不死骂不倒 好 这又有武林高手的风范 我还是我 我还是会做 我不会因为你会变得我的性格 好 但是广告也不变 枪枪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零污染 岛国新西兰发生 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 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四百万份信任 让我们心怀感激 四百万句谢谢 有一份放心送给你 安全无忧 关爱无限 东风日禅 大哥去广告的时候 还在说爱国有罪 真的爱国应该表扬 不是 是 我真的有时候 他是 为什么爱国有罪 我们离那个做亡国奴的时间 已经过去几代人了 有的人没有感受过 没有感受过 就是当西方人作为强势 进入这个中国的时候 那种心理感受 他生起来 已经变成一个半强势 或者可以强势了 你比如现在 出口就伤人的人 出口就骂骂咧咧的人 我也碰得过 我那个写博客书 也有人 就是四六不靠的一通骂 你比如说 我有一回写过一个 很简单的 我就说我上了上海去 去了一个小街 叫田字坊 很有意思 我就写了一个 我说这是 很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底下骂我 一句话是什么 说你是上海人的走狗 你说这事 都不天赋 是吧 我就说这种人 就变成了一个 很莫名其妙的 就是他是 没有受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并没有受到过 这个社会 真正意义的压抑 他没有过 所以他才这样 毫无 忌惮的去发泄 而且是作为一种人身攻击 无根拥 大哥你看哈 你讲这个就说爱国 当然没有罪啊 但是呢 是不是现在啊 也有那么一种思想 比方说 我记得你说过 你有一个理想 他说啊 他说我有时候恨不得 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黑 黑种人呢 黄种人呢 白种人呢 各种血统的人 打 打起来 混成一片 大家为什么要分什么 这个人 那个人 大家都是平等的 叫地球人 对啊 那么这个概念上讲啊 你像今天就讲 民权思想高涨了 就是说 那从地球人的角度上讲啊 那么我们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我们这个人民呢 要追求我们自己的幸福 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 那么这个跟你说的 那个爱国有罪吗 你觉得俩矛盾吗 你变成地球人的时候 就没罪了 罪了爱一种人呢 爱一个国家 爱地球呢 就爱地球 对 你看我 爱国是不是狭隘的呢 什么叫狭隘 就是爱地球 比爱国更大 当然 是吗 没有这个地球 哪有国家 对不对 现在我们不断的在 你比如说 我请教你啊 像前一阵 我们知道那个 反日游行的时候 那么有人砸这个车 为了这个抗议日本 但是砸我们自己的 这个日系车 当时就有人批评 这种行为 就说是狭窄 你是狭隘的 这个爱国 我觉得对 因为我甚至觉得 这种行为 都不能算爱国行为 你去 捣乱 对对对 你跟爱国 根本就贴不上 你只是有一个借口 来发现你内心的一种 某一种仇恨 这种仇恨 未必是国与国之间 未必是文化与文化之间 可能就是你的一个私利 比如说 我想买不起车 我买不起那车 那我就砸了它 对不对 上餐给了我这么一个 可以砸了 不追究责任的一个机会 起码他认为 当时认为 不追究责任 如果他知道背后 马上就要追究 他责任的时候 我保定他不砸了 这不是 他也就不爱国了 按他的那个 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有一队日本的游客 在那个星光大道在走 有个人走过去 日本人家还讲英文 no 他把人家打了 这种人抓了 马上就要去打鞭了 真的 你已经不 这跟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爱国都没关系 今天你问 你问 比方说钓鱼台是谁的 谁的 他中国的 你问日本人 你问他谁的 他说日本的 就是这样子 这些问题是让 一些有智慧的领导人 他们去 可能我们这一代就解决不了 把邓小平的话说出来了 是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们解决不了 不要说 不要说钓鱼岛 今天我不认识你 在看电影 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你怎么压着我呢 对呀 你慢慢就会顶 对呀 一定是这样子 冲突了 冲突了 在家里 你的车位拍的不好 都有人说你 对 你的垃圾 这个是你的门 这是我的门 都有问题 今天全世界 百分之九十九的 都有土地纠纷的问题 打起来 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所以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 每一块地都属于我的 我到了美国 美国这个是属于我的 今天不是美国 我来这个地方 只是来一个地方 美国这个地方 也属于我的 我不会吐痰 我建了垃圾 我会摆起来 我会去关灯 我会去省水 到了日本 同样做的事情 因为我不分 在我眼里 我不分你是什么人 所以我每个的爱 所以最后还是归结的垃圾问题 他是在全世界 你知道他是香港的清洁大使 我就跟你说 他有多少大使 他还是香港机场的安全大使 是吧 东东大使 对 还有一个跟您有关的 他还是文物回归大使 所以我说 这龙哥 要叫我觉得 如果是古时候 他就是那种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种古道热肠的那种人 我在 最记得 我在路德丹 所有跟我的人都习惯了 晚上出去吃饭 走路 走走走 我看见一堆垃圾 小孩子吃完 摆在那边 我没捡 我又看到 我的陈家班在那边 他叫李宗志 一般人 他们习惯了 他就捡起来 到处捡垃圾队的 没有 就捡一捡而已 捡一捡 走了前面 丢在 丢在一个垃圾桶 刚刚一丢 后面 我们转身一看 一对老夫妻 他说 Thank you Where you from 他认得你 没有 不认得我很黑 我们戴个帽子 他跟我 我们讲 From Hong Kong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给香港人 你看 多开心 我十几年前 拍一个叫 飞银计划 要从 西班牙 做到 Famford 转七个小时 要等七个小时 我带队 我们六十几人 我一去那边 我知道的 一来到之后 我挑 这边 这个 全部我们的 这边霸起来 箱子摆 这边 一霸 一拦拦起来 你就看 所有人搬凳子 凳子是这样子的 搬起来 打起牌了 我说尽量小声 怎么怎么 我就 我一直在那边 七个小时之后 要走了 这边是个大玻璃 这边 这边 所有人就开始 过海关了 所有人就看着我们 我们船部人站起来 捡垃圾 擦地 把东西摆好 很自然的 因为我在嘛 摆好之后 所有吃的东西丢 忽然间 一轮掌声 我们回头一看 就是所有排队 这些人 在拍手这样子 因为上面 玻璃是空的 看着我们 我很高兴 跟着他们讲什么 Very good Japanese 日本清洁队的 他讲我们是日本 对 我们后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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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not Japanese We're Chines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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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们出去 试试代表 一个国家的形象 每一个人都是 好像我 我在 我带几个朋友 在美国 在机场 他们一讲话 喂 在机场就到 就来了 因为我看着 所有外国人 都看着 他强迫这样 没有 你在中国可以 在中国 中国也不可以 中国也很讨厌 太讨厌了 起码人接 我们可以接的受 你知道就是这样子 强强三行可以 都是这样子 但美国人讲话 你看 生怕人家听见 哎呦 你就不要说 他应该到博物馆 去工作 能维持好支持 所以就是 你到每个国家 你要遵守 人家的规矩 我们自己 第一有自信 有讲回前面的 不是人家歧视你 是我们要遵守 自己没做好 你看 我昨天下飞机前 那个飞机一降落 前面那个人 手机就打开了 打开了第一件事 都是国际大买卖 上来就说 那一千万可不要打呀 什么的 声好大 然后弄得我很烦 你知道吗 他也不怕招犯罪团伙 对对对 就是你为什么 要那么大声 你通知谁呢 你也不是通知我们 对不对 就是他在这种 日常事故中 伤害别人的利益 他自己是不知的 他是旁有无人 对 他还认为 这个社会不好 他还会说 这个社会不好 就这种人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现在 海天蚝油 快乐一点 轻松一点 美味一点 只需一点 海天蚝油 快乐美味一点通 等花等美味 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菊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贡酒 这是我们无形城市 从来开来的地方 为了幸福而改变 这是我们的 你 中国移动通信 你知道吗 他如果不是成龙 他在今天的社会 绝对是一个病人 周围人会觉得 这人病了 你知道吗 他会 比如他义愤天赢的 去制止什么事 今天就会打起来 大家打不过他 我也不 我身边所有人 你可以问 包括陈德生 小宝 尔东生 我身边所有的人 都给我感染 他们会 吃东西 一吃东西就 吃完饭 吃了饭 吃完之后 把盘子弄好 那个小姐来的时候 我们吃的好好的 躺在那边 人家要这样 对对对 是是是 为什么我们不能 就把这个碗 是是是 就摆一下 人家一天呢 对 配合人家工作 你要想到人家 所以我很好奇 你是从小就这样 还是后来变成这样的人 我可能受我妈妈影响吧 我妈妈很整齐 很干净 你看因为 我过去印象中的武师啊 这打打打拳子 这些都是很粗糙的人 洪金堡就这样 没事就讲洪金堡 洪金堡跟曾志伟 跟曾志伟他们一起啊 一来就是 有烟灰吗 他们就 吹一下 把水倒一下 故意的 捣乱了 我就 我就擦嘛 因为他在 他们就 我在一个party 在我家 在你家 讲完 聊完天 吃瓜子 吃花生 走 是干干净净 所以他玩不成 你们聊的天 他都在扫地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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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行 应该就 应该这样 没错 你知道有一个国际势力 特别说明问题 就是广岛 奥运会 当时亚运会 广岛亚运会 那个开幕式 完了以后 整个会场是干净 在日本 这个只能自己 为自己去打扫 不可能有一个公共的卫生团队 给你打扫 这个 这个擅长以后 场地是干净的 连西方记者都惊讶 只有日本人能做到 那就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就是 你一个人做 别人都不做 全是糟蹋 这个苦 昨天晚上 我不讲哪个电视台 我昨天 整天就是 访问访问访问 半夜 他们等到我12点 才去 所有人还在 等我去录影 就为了 鼓励录一首歌 我一进去 什么都没看见 满地都是水 水啊 满地都是水 你马上 没有 我也赶时间 我真的